大家好,我是小鑫 刚刚爆血官方的蓝铁终于发布了 第三赛季即将来临,就在下周 其实我发现官方制作游戏主 他们也是听取了很多在YouTube上 比较有名的几个玩家 像瓦尔、Dwansky这些 他们都会对之前PTR当中的一些新的改动 提出了意见 那么我们也兴起的发现新的8个浮温之鱼 有6本都有巨大的改动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动 首先我们看这个Hustle 这个Hustle真的是变化非常大 它跑步速度是65% 提高到之前50以上 同时它还有一个Fade增加6Fade 我觉得这样的改动相对来讲 的确是比原来也是有可用之处了 相比这个Treatry 背心来说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最主要的一些变化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治疗Cure 那这个浮温组里面它把这个增加了一个一级的一个进化光环 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光环的话 跟它的这个浮温之鱼的名字也非常的相类似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动 这是一个小改动 那它的浮温就减少到50% 其实有了这个光环的话 它效果肯定是超过25%的增益 那这个Hard它是不被冰冻 那么这也是跟它这个就是冰元素的这样的一个护甲浮温之鱼 像我们说的也是非常贴切 那最主要的还是这个改动比较大的就是这个Hustle 那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这个护甲方面它增加了全抗 那么增加了Evade 同时呢它的这个攻速大幅度提高 其实对于护甲来说它是非常非常的buff 对之前毫无用处来讲 这次是提高的非常多了 所以做成护甲来讲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那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武器的这个type 它变态的97的速度爆发变成了一级 所以增加了一个一级的这个防热光环 那么这个光环其实一级来讲的话 它是增加了一点点的那个伤害 所以其实只能说是在中期作为过渡版 然后它的这个ED式的范围只有20% 所以相对来讲这件装备一定是一个过渡的 并不会有太多就是长时间使用的一个价值 那马赛克马赛克其实之前说到的 有一些主播提出来就是觉得武学刺客 这既然这个凤凰机最好能够50%的几率 能够不使用这个charge 那么它果然改到了50% 之前是1%的几率 那这样子来讲的话 那刺客作为过渡武器来讲 其实这把这个4G还是有出厂的价值 那么同时的话它增加了非常多的这个火商电商和一个吸血 所以使用的这个base 我觉得很多可能会选择这些近身键 等一些慢速的风速武器的武器 因为这个伤害方面的话会大大的提升 那么最后一个变化就是这个metamorphosis 这个相对于原来的变化 它其实也是一个buff 就是增加了两个变化 成为这个熊的掌印 它都可以增加这个25%的这个CP 那么它就不会限制 你必须是以熊的状态 那其实如果是狼的状态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基本上还有一些小的改动 我这边就不说了 那整个第三赛即将在这个北美时间 下周四晚上五点开始 那么很多人又要开始干了 那么祝大家好运 我们下一赛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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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